- 大家好,温华和小生,开启全新的一天Vlog 我现在待在北本拿比的Amazing Brand Wood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高楼了吗 就是Shape Property打造的 当然还有其他建商都在这边 我在这边也卖过一些房子 我现在是带了一组客人来看本拿比的一个超级具有性价比的独立屋 这个独立屋的大概是将近4000尺的土地 2000多尺的居住面积 三房 客户开车回去走了 三房两个洗手间 算是一个比较经济实用的一个小的house 那么开价才180多万 这个还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然后来这边 现在是早上10点半吧 就到这边了 来看一下房子 然后接下来我要去Ring那边交一个支票 超级具有性价比的一个楼盘 话不多说我们到了展厅再跟大家聊 因为今天行程还是蛮满满的 但是不需要带太多客人 所以都是跑腿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跟大家好好地聊一聊 一转眼来到了南本拿比 就是麦射商周边 这边有8个项目现在在来盖 我今天是拿着本票 来到Ring这边交本票 客户恭喜客户喜提这边的 自助投资我觉得都非常合适 那么我现在待在这个地方还没有拆 你看我后边这个楼是他们展厅的位置 这个黄色它是一个公字形 你看这边是一个亿 那边是一个亿 这一块将来是盖北楼 然后它这边也立了一个Ring的牌子 然后那边还有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房子 那边还有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是南楼 所以将来北楼是在这边 也是第二期才开卖 然后南楼是第一期开卖在那边 我认为现在来说南楼是非常好的一个入手的机会 为什么呢 待会我单独做一集视频给大家了 因为这一集视频内容太多了 反正这个项目我觉得是麦射商现在来说 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想要了解小伙伴可以翻一下我的主页 有很多关于这个楼盘的信息 另外我也会单独做一集跟大家讲 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适合入场 而且对于这种双字塔的结构 往往第一栋楼会更加具有性价比 大家持续关注 很多小伙伴其实最近见面或者线上 都会问我说到底房市什么时候开始回暖 什么时候房价要起飞 他们要准备入手 那我给他们的答案都是春节 过完之后我认为就开始有点回暖了 那么前日子BC省的地产局也发了一个预告 预计第一季度也就是1到3月份 明年24年1到3月份的贷款利息是不变的 维持在6.9左右 那么第二季度开始降了0.25个百分点 第三季度降了0.5个百分点 然后第四季度继续下降0.25 也就是说2024年目前预测的状态是会降低1% 那么最后降到5.9% 大家知道今年像现在第四季度是6.9% 这基本上就是降了1%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对未来的预期 我觉得很多钢具用户一定会开始入手 如果大家是刚性需求 我相信如果你在网上去找房 你会发现自己看上的房子真的非常的少 这就是原因 因为很多人其实现在已经不太愿意拿出来卖了 但凡现在愿意拿出来卖的 那一定都是真的是必须要卖的 所以且行且珍惜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最近有几个不错的楼盘开了 我说的就是那种二手独立屋 Richmond 温西 出来之后 我们第一天出来 我们第三天去看 卖家镜就说 头一天来了好多组人 就说明大家其实都在去观察这个市场 今天上午不是在本拿比也帮客户去看了一套房子吗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通过利息的预测 我们就能知道整个的一个房市 大市场是怎么去看待它的 然后今天早上又收到了一个超级大的公司的另外一个报道 我在这里看一下 它的标题就是Metro Vancouver House price forecast to rise 3% in 2024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地产公司 它认为在2024年温哥华大温地区的房价会增长3% 具体的原因我就不说了 那写了很多 所以就不说了 我们每天都是接收到各种各样这样类型的信息 地产局 房贷局 加拿大政府 或者是各个地产公司 以及各个市场营销公司 所以其实对于这些东西 我们都有着二手资料 那对于一些平时带客户去看房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亲身的感受 所以通常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想法还是比较准确的 话不多说 我们去Rain展厅看一看 忘了说了 我其实有一周的时间都没有更新视频了 最近就非常的慵懒 前两天要赶上孩子病了 然后我就天天在家宅着 然后也不是宅着了 也要看房 但是就不太想拍片子 非常的累 休息休息 放一个假 但是我知道大家都想我了 所以一定会继续发的 那我今天又继续来到了Rain这边 拜拜 如果大家问我 这个除了Metro Town这个高楼领地以外 还有哪些城市也是有很大的发展 那毫无疑问就是宿里了 宿里这边真的是超级多的发展机会 周边楼超级的多 我在宿里中心这边也有一个listing 一房超低的价位 如果大家用来买来出租或者自己住 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风景很好 那么宿里这边呢 刚刚也有两个新的楼盘 都是超大件商 一个是Concord 一个是Bosa 两个开发商开了新的盘 所以如果感兴趣小伙伴 可以找我 我们去看一看 50多万你就可以买一个很不错的这个房子 我觉得是不是很好 客户买的这个楼呢是有24小时的服务 24小时前台服务的还是蛮不错的 外卖什么的也都可以给你那个闪命一下 然后我们去上去看一看卫生啊各方面是不是OK 然后我就把这个钥匙送去给客户了 基本上今天一天的行程差不多了 还是挺忙今天天气倒挺好的 也没有下雨 然后然后这个也没有很 就是虽然没有晴天吧 但是有些地方我看有点放晴了 还蛮不错的 怎么样 这样看宿里感觉还是非常赞的吧 现在有很多楼盘都把顶层做给了公共设施 所以如果买这样的楼盘像Concord的Park Georgia 就是这样的 你站着上楼简直就是太完美了 然后那边就是Skytrain Station 你看周边很多楼 未来宿里还要再起非常多的楼 而且这个很有可能会成为加拿大美国的一个 听说一个铁路线的一个重点站 也就是我们要去西亚福什么的 你可以来这边坐车 当然这个是以后的事情了 随着房市不断的回暖或者是一拨一拨的 那它的这个楼呢只会说一拨一拨的多起来 这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了 然后我一路开过来 这边有很多旧的楼 将来肯定也是拔地而起的 高层也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高层多了 商业活动就多了 那么商业活动多了的话呢 房价也自然就会上去了 真的是蛮漂亮 那边是KPU 然后SFU UBC的分校也都超级的近 好话不多说了 我得赶紧回家 然后下午给客户送钥匙去了 雨后的温哥华空气非常的好 然后呢又晴了一下天气 现在心情就超级的好 然后钥匙也取回来了 我现在就给客户送过去 大概开50分钟吧 去北本大比很北边的地方 然后今天一天的去 哎呀钥匙终于交到了我们 帅气单身IT男的客户的手里了 为什么要强调IT呢 就是强调多金这个意思 没有开微笑了 IT在整个北美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业 可惜年纪太大了 不然我搞不好也去做IT了 非常有前景 然后正比很多 觉得今天把钥匙交给客户嘛 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属于人生开启个新的篇章 有的属于自己的房子 然后也开始搭建自己的 这个未来的一个规划 我觉得很多东西啊 它的一个全新的开始啊 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标志的 比如说买房买车是吧 怎么说呢 期待以后更美好的未来吧 相信也经常会跟客户见面 然后这个而且单身对吧 哪天我看有比较合适的女生客户 我也打算给他们互相介绍介绍 就是这么热心哈 毕竟我这个已经成功介绍了很多队了 都有的都结婚生拔了 话不多说吧 现在是三点四十到家的时候 估计已经将近五点了 九点开车出门 一直到五点才到家 这种朝九晚五的司机生活 真的是太开心了 希望以后可以经常把一个美好开启 美好人生 希望将来可以把开启 美好人生阶段的标志 送到每一个客户的手里 好了感谢大家收看了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